在西湾路三段的一段水沟 这两三年来是变得越来越窄 甚至只剩下小细缝 所以市府养工处也重做了水沟 现在做好了排水是比较顺畅 但是却也出现了瑕疵 因为水沟源竟然比路还要高 道路的水根本排不进水沟 下大雨都只能在路上流窜 而在接获成情之后 8号下午一员抓铃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也反映市府尽快改善 这是之前的画面西湾路三段就在道路侧的水沟 前面这一段还算宽 不过越往前一点突然变得越来越窄 甚至像这样根本只剩小细缝 不注意根本不知道是水沟 但是再来到同一个现场 整排的水沟已经做好 整个沟面变宽也比较深 掏空然后两边的水沟都挤压在一起 那水都没办法通 那后来上个月 这个水沟就那个工程就完成了 然后可是我发现到说它水沟完成之后 那水沟跟路面有一段的距离 变成就是说路面上的水没办法导引到那个水沟里面 没办法排水 所以我们在争取再重新做这条水沟 但是今天这条水沟做完了以后呢 有瑕疵 那个水沟的沟沿这个地方呢 高度超过这个薄油的路面 所以造成有一个横沟的水流在流 那如果这个没有改善的话 将来长年累月的话 这个地方又变成一个小水沟 只是新水沟才刚做好一下雨却也发现了小瑕疵 可以发现现在变成有两条水沟 因为新做的沟源比道路还要高出五公分 现在道路的水根本排不进去 全都在路上流传 这样子的话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那个薄油 薄油路面会很快就被这个水冲坏掉 所以做这个水沟的那个美意就好像不是那么的圆满 早上跟养工处已经反应过 所以它包商会来处理 是要整个薄油再把它铺 铺了以后它的高度跟勾沿旁边的这个高度一样 或是勾沿旁边的打孔 让这个雨雪可以正常的流入那个水沟 沟外有水流在泡 对于这样的情形把好效 预言驻达林服务处也前往了解 并且已经反映师傅养工处 尽快的请包商改善 却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